我們來用變異參數法 求二階的溫方程 這個方法是說 如果 這個二階溫方程 它的旗次解 假設已知 也就是說 滿足這個旗次 方程的 這個解已經知道了 假設已經知道了 就滿足這個溫方程的旗次解 就y1,y2已經知道了 那這樣的話 我用變異係數 我就射 這個y的話 是等於u1 u1也是t的函數 y1 y1的話 是這個的旗次解 再加多少呢 u2 y2 然後我再把它給帶回去以後 做一些假定 我就可以把u1跟u2求出來 那求出來以後的話 那它的一般解就求出來了 好 這怎麼弄 我就 我到最後可以得到 這個u1跟u2的 它的那個解 所以現在呢 它的目標 就是解什麼呢 解到u1等於多少 啊 還有u2等於多少 我要解這個東西 好 到現在 先把它微分一次 微分一次 這個等於前面尾 後面不尾 加上前面不尾 尾後面 加上前面不尾 尾後面 加上前面不尾 尾後面 好 那我現在假定 假定 假定呢 就是 這兩項加起來等於0 你說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假定 因為做這樣的假定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解出來 解出來以後 帶回去以後 可以滿足這個方法 解釋 那我如果假定 這兩項加起來等於0 那這個就直接等到哪裡 直接就是 u1 y1 一次微分 加上u2 y2一次微分 也就是我假定 一次微分的話 一次微分的話 就直接是 y1微分 y2微分 啊 u1跟u2沒有微分 等於是說 等於是說 我就找到什麼呢 用這個方法的話 找到什麼呢 找到一個u1的 一個 一次微分 然後給他積分以後 就得到這個u1 啊 這個是一個解 因為 因為我這樣做的話 帶回去可以滿足這個方式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得到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就是說 就是說 u1的 y1 加上 u2 y2 這個等於 我就得到一個關係式 關於 u1 u2的關係式 好 然後我再給他 第二次微分 第二次微分 那就是前面微 後面內部 加上前面不微 回後面 兩次微分 這是第一項 加上第二項 第二項 前面微 後面不微 加上前面不微 回後面 兩次微分 好 那這個的話 那 這我再把它寫一次 我再給他寫一次 就是 u1 y1 p 加上 u2 y2 p 好 然後 這個 這個 有好的性子就是說 我二的部分 沒有 這一項 這一項 加這一項 加這一項 等於零 因為我知道 y2 它是滿足 這個奇事解 y2 是 這個方程的奇事解 所以 這一項 加這一項 加這一項 我把u2抽出來 就變成 y2 兩次微分 加上p y2 一次微分 加上q y2 就是 這一個 會等於零 也就是說 這三項 加起來等於零 同樣到底 那個 這三項加起來會等於零 這是u1的 不是 y1的 我把u1抽出來 u1抽出來 就是 y1 兩次微分 加p y1一次微分 加q y1 這個會等於零 弄一弄的話 就剩下這兩項 所以 得到呢 u1 p y1 加上u2 p y2 p 所以要得到呢 另外一個關係是 u1 y1 p 加上u2 y2 p p 這個是 這個是 plum 兩個都有plum 這很像 u1 y1 加u2 y1 這個是等於零 等於零 t v1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u1'找出來 u1'找出來 u1'找出來 我這代公式 代公式 代公式 這行內式 這把u1'和u2'當成是位置數 公式解 克拉馬 這個就是那個W 那個好像是威斯基 這個東西是威斯基 把他帶到這裡來 Z Y2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W Y1 Y2 這是威斯基 這個-Z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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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是已知的 是這個的其次解 所以這個就可以得到 Y1,Y2是已知 G也是已知 就可以把這個 U1把它找出來 然後到底呢 Y2 這是威斯基 然後把這個 帶到這裡來 這個乘以這個 減掉這個乘以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就是 Zy1 Zy1 人證 所以U1跟U2就算出來了 算出來以後 這個U就可以把它給 寄分寄出來 所以我說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 得到這個 U1 是等於多少呢 寄分把它寄出來 寄分把它寄出來 寄分的話就是 W Y1 Y2 這是G 那多少呢 這是Y2 你可以用那個 不定寄分的形式 不定寄分的形式 不定寄分的形式的話 把它課結結出來 事實上你如果用 定寄分的形式 課本是用 定寄分的形式 但是問題 這個初始 初始的那個 它沒有給你嗎 這個初始的條件沒有給你的話 事實上的話 你得到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或者是說我們這樣講 這個東西的話 我用定寄分的形式 把它寄出來 T0 到底是什麼 這是T 然後 這是D U 這是DT 或是用Ds 然後 這S 然後 這Ds 把它寄出來 這個就等於 這個就等於 T0 當那個T 然後 這是負的 Zs Y2 S W Y1 Y2 S Ds 事實上這個 這個寄出來的話 事實上是等於 U T 剪掉 U T0 好 它寄出來以後的話 那我們想得 這個最後的話 你把它寄出來的話 因為這個下限的話 就是沒有決定的話 這個東西的話 你把它帶回去以後的話 這個假設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那個 是一個 是一個 數值嘛 叫做大G 好了 我再給它一個 叫大G 大GT 大GT 那個炸DT 剪掉一個常數 C 但是 無論如何的話 這個是 Z1 U1 你把它帶進去的話 Y等於 多少 等於 是 U1 U1 有一個 大GT 這裡的話 有兩個常數 U T 剪掉 C Y1 那又 這是常數嘛 所以裡面已經有 包括什麼呢 包括其次解 因為 這些都是沒有決定的 除非什麼 除非說 他T0給你 T0給你 代表什麼 代表他初始條件 已經給你了 如果他初始條件 沒有給你的話 那這T0就是 任意一個常數 那任意一個常數 代表這個常數 也就是說 你用這個基礎 把它寄出來的話 如果你把常數 給考慮進去的話 那個常數是 是未知的 他會 他會得到 得到什麼 解 得到 這個把它看成另外一個常數 C1 Y1 C1 Y1 事實上就是 這個 它的那個 什麼 它的那個 就是 其次解 通道理 這個 U2的部分 你積分的話 形態也是一樣 所以 你如果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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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數的話 你把它考慮進去的話 那這常數 是沒有決定的 這T0是沒有被決定的 那沒有被決定的話 那等於是 這個C1 沒有被決定的 所以你把它弄進去的話 連其次解都有 你要用什麼定積分的話 所以的話 我們算的時候 有一個 有一個偷懶的方法 就是說 你把它用不定積分 不定積分的時候 然後你在積分的時候 你積分的話 就把常數 通通丟掉 把積分常數 通通丟掉 把積分常數 通通丟掉以後 的話 那你就可以得到 什麼呢 就這個東西 你把它積分的話 用不定積分的形式 就是 U1 用不定積分的形式 就是說 這個是 W多3 Y1 Y2 然後 再負的G Y2 用不定積分的形式 然後積分積分出來 我要把常數丟掉 把常數丟掉以後 最後的話 你這Y1的話 就可以顯化 寫成 U1 Y1 再加多少 U2 Y2 再加多少 再加那個 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那個 這個其次解 Y1 再加Y2 那你這個 在積分過程中 當中的話 你把常數相通通丟掉 這樣的話 就可以得到 一個完整的解 當然 有時候的話 你在 丟的過程當中 也有一些 會保留 是它裡面的解 但是不論如何的話 你到最後 把它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的話 就是一個 一般解 所以的話 我是建議說 這個東西的話 用什麼 用不定積分的形式 在積分過程當中 把常數相通丟掉 然後合併起來 當然 U2是多少 U2是這個 另外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就是 就是那個 LU2 Z Y1 DT 把積分以後 長數相通丟掉 把它套回去 另外 給它加什麼呢 加那個 所謂的什麼呢 所謂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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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解 把這個當成特解 有時候你在積分的過程當中 你有時候的話 會有一些殘餘 就是說 沒有把那個 裡面的話 也會有一些什麼呢 一些這種解 一些這種解 有時候會沒有 反正的話 你這積分出來的話 一定是特解 這特解裡面的話 它可能會含有一些什麼呢 含有一些這種解 不過沒關係 反正最後呢 這個答案就做出來了